這邊第二場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的戰術佈局 這邊可以看到紅隊是由死靈開加 並且其餘的成員應該會利用一個隱形 然後衝擊對方加點 這邊藍隊是一個遊俠開加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工程應該也是在這邊疊了一個隱形 那不過兩邊選擇的是藍隊是往中邊走 然後紅隊是衝擊對方加點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中場的一個狀況 可以看到這邊守護是一個人撤在中間 那隱形的另外兩名是過來吸火他 他開了一個補血是利用了一個格擋打作的這波公司 但是這邊他馬上被變成一隻摸啊 那他的隊友馬上過來做支援 但是可以看到他被定身了 所以這邊是直接摸啊 就直接死掉了 然後現在倒地狀態是即將被擦死 可以看到他很順利的被擦掉了 而且這邊元素的血不是很多 不過可以看到這邊這個幻術被擊火非常厲害喔 這邊也是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不過可以看到剛剛那隻被擊火的元素也是 現在是開出一個迷霧喔 這邊是已經死亡進入一個迷霧的狀態 由於他迷霧剛剛已經用過了 所以這邊會很順利的被擦掉 並且這個藍隊的元素也是 剛剛招都交完了 這邊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隊友在救 不過可以看到隊友的血量非常的少喔 這邊可能 救他 會救他自己狀態非常的差喔 這邊藍隊可以看到已經減員兩名喔 並且守護在點上苦苦支撐 可以看到紅隊的盜賊 這邊是用了一個隱形喔 隱形準備要來試機打一波 秒殺喔 可以看到這個 他們在擊火的是這個紅隊的死靈 但是反而是 工程先行倒地這邊直接被擦掉 並且守護也是已經 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所以這邊終點會戰是由紅隊拿下喔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分數已經是很懸殊 因為剛剛 那個紅隊他們是拿了非常多的殺人分喔 然後他們現在是 準備要來做一個壓點的動作 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 這元素他是被追擊到點上喔 但是點上由於有他的隊友在 反而是 追他的人是 被打到倒地了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邊點的狀況 這邊這個 幻術他由於是多打少 所以他直接一個Portal是傳回了終點 這邊可能就是 只是破手藍隊他們 就是集結在這邊 不過可以看到剛剛有人在旁邊減員喔 所以他們現在是打算三個人要來衝終點 但是 紅隊的成員比較多 並且他們是在高台做一個觀望 他們這樣子很快就可以來做一個支援守護的動作 這守護被集火喔 現在 他剛剛把補血交掉了 真的是把血量給補了起來 並且 隊友 剛剛 剛剛那個 那個工程他是 直接被集火到死喔 並且用了一個Evolution of Life把他救了起來 這邊持續的對他做輸出 他 如果這邊死掉是會直接進入一個死亡的狀態喔 不過他是到了時間到才倒地 這邊守護在救 不過應該可以順便擦掉 沒錯 這邊是 直接被解決了喔 並且元素也是進入一個倒地的狀態 這邊可以看到終點是 紅隊就是他們剛剛 多打少 並且由於在高台觀望他們防守得非常好 剛剛 可以看到那工程其實他位置不是很好 他衝到了這個樓梯這邊就死在這邊 所以算是有點太深入敵陣導致他的死亡 但是可以看到現在兩個邊點是由藍隊踩下喔 藍隊剛剛在終點失敵的時候是趁機抽人去把邊點踩掉了喔 這邊是 可以看到紅隊是 因為打贏中間的會戰現在來做一個支援 然後這個 是變成了一隻Moa 不過可以看到由於他1打2 這邊是要被Moa灼死喔 有沒有看到他這機超兇的 是直接把那個幻術給活活灼死 然後這個死靈打到他支援隊友的效果 這邊是繼續往中場來做前進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Waterfall的情況 Waterfall這邊是一個2打1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紅隊是選擇一個撤離喔 那剛剛那個紅隊在邊點是贏的這波會戰 所以這邊是紅隊是持續以那個2點比1點的優勢在進行的喔 這邊可以看到工程他的位置又是進入一個非常差的狀態 這邊持續的遭到激活是被 進入一個倒地狀態在這個樓梯旁邊喔 附近也沒有他的隊友 可能會被活活亮在這邊到死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隊的情況 他們這個幻術是打算要來 來到終點喔 在這邊支援隊友 可以看到幻術算倒地 不過他隊友是在9喔 這邊應該可以 這邊可以看到打他的人是也被 也被打死在地上喔 所以他反而 剛剛因為那個 有人被插掉 反而他是直接跳起來 這邊可以看到紅隊的死靈在點上 狀況非常的差 他剛剛被招到一個定身 這邊補血勉強好了 現在是把血補上 反而是這邊可以看到 藍隊是以掃打坐的情況 所以 這個幻術他是 打算用一個坡頭來到中間 是脫離戰場 打算要回血 不過可以看到 守護是在中場 做一個防守的狀態 所以他血量非常少 有可能還會被這個 Bunker守護直接活活打到死喔 那剛剛那個點這邊是 紅隊是拿下來的喔 這邊守護的屍體還在中間 準備被插掉 那我們看一下 Waterfall的情形 Waterfall這邊 可以看到 藍隊是兩名成員 把紅隊給打跑了 所以現在 藍隊可以固守 Waterfall這個點 那他們正在等待 人員復活 集結一波 可以看到 盜賊這邊是 過來做一個 讓點 不要被他們採下來喔 不過這個盜賊 他現在是一個 1v2的狀況 所以他最好趕快逃離現場 那這邊跟大家 補充一下 呃 剛剛這個 隊伍是由這個 紅隊有TR這邊 被取得勝利 天隊任這邊 品取得勝利 對 因為剛剛 嗯 主播這邊出現了 斷電的情形啊 那沒有為大家 帶來完整轉播 抱歉 對 那這一場分叉現在 已經非常的懸殊喔 然後 現在 紅隊是已經 拿了兩點 並且持續在 對對方加點做施壓喔 這邊 可以看到 工程是已經 倒地被 量在這邊 是被活活dp的到死 並且幻術也是 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這邊這一波 會戰可能 極有可能是 紅隊會拿下來喔 並且他們分數也是 即將來到500分 這邊可能是 沒辦法逆轉喔 這個元素是 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使用一個迷霧到 點上隊友旁邊 不過隊友 應該是 沒辦法救他起來喔 這個 血量非常的少 不過可以看到 紅隊他們是 撤退了喔 他們是 他們打很保守 就是他們 生怕會撿圓 所以他們是 就是撤回到中場 做一個 防守 並且可以看到 藍隊的工程是 持續在 對對方家裡做一個 衝點動作 但是這邊可以看到 死靈迴放很快 並且他一整個連招 然後 那個 元素過來一波猛打 他就直接被秒殺 直接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這邊 可以看到 紅隊的分數已經是 即將來到500分喔 那剛剛那場比賽也是 我們有聽司機主播講 是由紅隊拿下 所以這邊 應該是由 紅隊就是 連下兩層拿下的這局 BO3 那我們恭喜這個 那個 TR這一隊 也會看到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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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